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吴越 吴越也就是日本帝国时期的哥特兰殖民地 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浙江北部江苏南部 以及一部分的上海地区 自古以来吴越文化与北方的中华文化差别很大 历朝历代都是以杨子江为界 杨子江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长江为边界 然后有人就说我鼓吹吴越独立 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支持吴越独立 我不是仅仅支持吴越独立 我还支持香港独立 维吾尔人独立 泰伯特人独立 泰伯特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西藏 泰伯特翻译成西藏 很奇怪 我还支持南蒙古独立 也就是内蒙古 我还支持南越独立 也就是广东广西一带 我还支持巴蜀利亚独立 也就是四川一带 我还支持明越独立 近南独立 上海独立 总之 我支持所有不愿意跟中国人为我的人民 各自独立 然后就有人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当然支持台湾独立了 但是我不会把台湾和以上这些地区混为一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人家本来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预言 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护照 你去筑马店是不是要办你签证 所以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人家本名也不叫台湾 人家叫弗尔摩沙 英语与拉丁文弗尔摩沙 然后讲到这里 有人跳出来说 要武统台湾啦 活桌蔡英文啦 要留到不留人了啦 然后这些人回到连住房里 录一录战狼 再录一录自己 明天早上接着地狗游 好 回到吴越的话题 吴越自古以来就被称作是鱼米之乡 当地人 从人类有历史的记载以来 从来就不会因为温饱问题 而担心的更加不会出现 饥荒之类的 文所未闻的人间惨剧 但是 但是自从中国主义者 这里的中国主义者 不只是共产党 也包括国民党 共产党和国民党 没有区别吧 自从中国主义者进来以后 就出现粮食问题 甚至在毛泽东时代 就出现饿死人的这种情况 只是惨绝人寰 在日本人殖民时期 无约人的生活 倒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 我 我想人家当然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无约人自己知道 比起日本人是差远了 但是我们努力向上学习 绝对不会跟下流地间的中国人 同流和无的 然后说到这里 又有人跳出来说我今日 然后这些人回到连珠坊 对着盗版的日本A片 录一录自己 明天中午截着实地勾游 有人问我 你老人家讲重话 怕不怕共产党找你麻烦了 怕我在中国境内 我当然怕 但是我现在人在美国 我为什么要怕 然后有人跳出来说我精美 然后这些人回到连珠坊 想撸一把星巴克汉堡王什么的 结果发现没钱 只能再撸一撸自己 明天晚上接着吃滴沟油 一天三顿地勾游 生活真美好 所以不要讲这些人毫无用处 你想一天三顿地勾游 怎么样 怎么样还是为环保 做出一点小空间 总而言之 不想跟一天三顿地勾游的中国人 混在一起 就要从中国独立出来 那五月人比起美国人是比不了 比起日本人是比不了 但是比起中国人 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凭什么要跟中国人一起拿着中国护照 跟着中国或者背东国 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了 全都要跟中国人一起陪葬 然后去地狱里见马克思 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 或者 treat山的内容 想象征迹